这里先测量一下旧面罩的长度和宽度 如果旧面罩的宽度在21,有长度在24左右,这是非常合适的 拆面罩的话最好从反面过来拆,因为从反面可以看到那个线头 拆完之后我们就可以放那个面罩的加电片来这里对比一下,然后开始固定孔位 先固定那个中间的孔位,后面再固定其他位置的 到了这一步之后就开始安装面罩的上模,直接对着那个螺丝柱套进去就可以了,套紧之后就反过来扭紧这个螺丝 但是不要扭得太紧 要再检查一下有没有遗漏的地方